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尽量不要食用的致癌食品汇总这个课题。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被认为在食用后可能具有致癌风险的食品。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预防癌症的重要性。 第二,具有致癌风险的食品汇总。 首先是第一部分,预防癌症的重要性。 2022年全球新增超过2000万例癌症患者。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估计,到本市集中研, 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3500万。 以日本的统计数据为例, 大约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会得癌症。 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都希望尽量避免癌症的侵袭, 因为一旦患上癌症, 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避免的痛苦。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化疗会导致脱发。 除此之外,化疗还会对身体带来诸多的副作用。 此外,癌症治疗的高昂费用也让人望而却步。 这意味着,一旦罹患癌症, 不仅身体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经济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因此,提前做好癌症预防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统计,在日本, 人们的五大死亡原因依此为 癌症、心脏病、衰老、脑血管疾病、肺炎。 大家可以看到, 癌症位居首位, 已经成为了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虽然导致癌症的因素有很多, 但饮食习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 许多食品已被指出具有潜在的致癌性。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为了更好地愈发癌症, 远离这些高风险的食品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具有致癌风险的食品汇总。 这些具有致癌风险的食品是, 一,从外国进口的水果, 二,酒精, 三,腌制的肉类和鱼类, 四,快餐和加工食品, 五,加工肉和红肉。 接下来, 我会对这些食品逐一进行详细的讲解。 第一种食品是, 从外国进口的水果。 大家是否听说过收获后农药呢? 收获后农药指的是, 在农产品收获后使用的杀菌剂和防霉剂。 在超市中, 鲜艳的柑橘类水果等, 可能是经过大量收获后农药处理的进口水果。 因此,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那么, 为什么从外国进口的水果会使用收获后农药呢? 主要是因为这些水果在到达我们手中之前, 运输的时间较长。 例如, 进口的柑橘类和香蕉等水果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海运才能抵达超市。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购买它们之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运输。 经过长时间的运输或储存, 生鲜水果没变的可能性会增加。 为了保持食品的品质, 食品表面会喷洒防霉剂。 这就是使用收获后农药的原因。 常见的收获后农药包括防霉剂对本二分, 还是通过强化这些收获后食品添加剂, 进口了渗透到果肉中的美国柠檬和橙子。 值得注意的是, 防霉剂不仅会渗透到柑橘类的果皮中, 还可能残留在果肉里。 从进口的柑橘类水果中检测到的防霉剂, 像进口的橙子、柠檬、葡萄柚和青柠等, 几乎都可以说是用了某种防霉剂, 并且这些防霉剂确实残留在果皮和果肉中。 如果您在超市随意挑选的水果是进口的, 那么它们很可能使用了某种致癌的收获后农药。 因此,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第二种视频是酒精。 在观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中, 或许有些人非常期待在每天晚餐时间饮酒, 甚至将其视为工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然而很遗憾的是, 医学建议是, 尽量减少酒精的摄入。 其实,酒精被归类为了一类致癌物质。 一类致癌物质是指那些对人类有强烈致癌证据的物质。 对于酒精是否会引发癌症这个问题? 研究机构的回答是肯定的。 酒精可能引发多达七种癌症, 而造成损害的正是酒精本身。 因此,无论你饮用的是哪种酒, 饮酒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说饮酒就一定会导致癌症。 患癌的具体风险取决于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 比如年龄和遗传等。 然而,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可能增加其风险。 因此,减少饮酒量确实能够降低患癌的风险。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减少饮酒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 降低饮酒量可以减少事故、高血压和肝病的风险。 实际上,即使少量饮酒也被发现会提高死亡率。 根据剑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每周饮酒200克以上的摄入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而且饮酒量越多,风险就越高。 另一项针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为了将对健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饮酒量最好为零。 总的来说,为了降低癌症风险, 避免各种疾病风险并降低死亡率。 请务必控制酒精的摄入。 接下来,我想解药说明,酒精是如何引发癌症的。 首先是细胞损伤。 当我们饮用酒精时, 身体会将其转化为一种叫做乙醛的化学物质。 乙醛可能对我们的细胞造成损伤, 甚至妨碍细胞修复这些损伤。 其次是激素变化。 酒精可能会提高一些激素如磁激素和胰岛素的水平。 激素是化学传递物质。 水平越高,细胞分裂的频率就越高。 癌细胞的发生几率也会随之增加。 此外, 酒精还可能导致口腔和喉咙细胞的变化, 使得这些细胞更易吸收有害化学物质。 这可能导致烟雾中的致癌物质更容易进入细胞, 进而造成损伤。 无论你饮用的是啤酒、葡萄酒还是烈酒, 造成这种损害的始终是酒精本身。 如果你还吸烟, 那么饮酒的危害将更为显著, 因为酒精与烟草结合会对细胞造成更大的损伤, 进而提高患癌的风险。 例如, 同时吸烟和饮酒的人, 其口腔和上咽部癌症的风险更高。 这是因为酒精使得烟雾中的有害化学物质 更容易通过口腔和喉咙进入血液。 同时, 酒精还可能改变体内有害化学物质的分解方式, 使其变得更加有害。 因此, 对于喜欢喝酒的人来说, 请尽量控制饮酒量。 如果你还同时吸烟, 伤害将更加严重。 请务必引起注意。 第三种食品是腌制的肉类和鱼类。 腌制是一种在东南亚和中国广泛使用的食品保存方法, 特别是保存鱼类。 然而遗憾的是, 腌制的肉类和鱼类还有大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可能对DNA造成损害, 并引发细胞的变异。 有研究表明, 消费这些食品较多的中国人和华裔移民, 鼻咽癌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 因此, 我们也应该对腌制食品保持警惕, 第四种食品是快餐和加工食品。 这些食品并不会直接导致癌症, 而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引发癌症。 因为肥胖是许多癌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指出, 预防癌症的建议之一是控制卡路里的摄入, 保持健康的体重, 并限制含有大量脂肪、 淀粉或糖分的快餐和其他加工食品。 有力的证据表明, 肥胖主要是由于摄入大量含有脂肪、 淀粉和糖分的西方饮食所致, 几乎所有食品在消费后都会经历某种程度的加工。 而高度加工的食品通常经过工业处理, 尽管它们热量较高, 但微量营养素却非常匮乏, 整体营养价值极低。 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停止食用加工食品和快餐, 例如薯片、炸薯条等土豆制品, 白小麦制品如面包、意大利面和披萨, 以及蛋糕、糕点、饼干和可乐等高热量饮料。 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您过着大量摄入这些食物的生活, 肥胖就会随之而来。 而由于肥胖, 患上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此外,虽然我在这里不会详细阐述, 但快餐和加工食品确实会侵蚀我们的身体, 导致全身的炎症, 成为各种身体不适的根源。 因此,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更是为了保护您的健康, 希望您能起量避免这些食品。 第五种食品是加工肉和红肉。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 很多人可能对此已有所耳闻。 加工肉是指通过盐腌、硬化、发酵或其他工艺处理, 以增强风味或延长保存时间的肉类。 典型的例子包括热狗、火腿、香肠、腌牛肉、牛肉肝、罐装肉和肉汁等。 这些食品在超市中非常常见, 但即使它们很熟悉, 也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安全的。 加工肉被归类为对人类具有致癌性的第一类物质。 第一类的分类意味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致癌性。 关于加工肉的致癌性有着非常强的研究支持, 特别是与结肠直肠癌和胃癌相关。 尽管如此, 这些食品仍然没有受到销售限制, 消费者仍需自行进行判断。 因此,尽管火腿和热狗可能非常美味, 但最好还是尽量避免食用。 我认为, 仪者避之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接下来是红肉。 红肉是指包括牛肉、猪肉、羊肉、马肉和山羊肉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的肌肉。 这些肉类在超市的肉类区经常可以见到。 虽然红肉的致癌性依据不如加工肉那样强, 但它仍被归类为可能对人类有致癌性。 红肉与癌症的最强相关性是结肠直肠癌。 此外,也有证据显示它可能与胰腺癌和前列腺癌相关。 为了降低癌症风险, 烹调好的红肉摄入量应控制在每周65至100克以下。 有研究表明, 烤焦的肉类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在高温烹饪时, 肉类中会产生一种叫做杂环案的物质。 这种物质在黑色或焦糊的食品中更为常见。 动物实验已表明, 杂环案可能引发癌症, 但在人类实验中的证据尚不明确。 这提示我们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本次视频特别总结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致癌食品。 当然, 这并不是全部, 其他一些食品也被指出具有致癌性。 因此, 如果您绝对想避免食用致癌食品, 请务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这段视频能引起更多人对致癌食品的关注, 我会非常高兴。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